仿造这个巴黎师母院修建而成 这里有一个这个大教堂的一个模型 可以用竹子做 大教堂的旁边 这里还有一座佛教的寺庙 一块链子寺庙 还要便宜 这边这是送快递的小只 哇这个公交车也是他们这个WINFAST的呀 这个小巷子还是一个繁忙的路口 变得点边 肯定好多摆摊买花的 早上就有人来买花 不知名好像卖的都是菊花 不一样啊 他们的国交车上都有一个售票员 就在看着呗 刷卡吧也是 但是只有个乘务员 今天河内是阴天 最高温度只有28度 非常的凉快 我们现在是在河内这边比较富裕的一个区域 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区域 这些自建的房子都很漂亮 都很高 这边的餐厅也都是一种相对比较精致的餐厅 这里还有一个日料店 那我们要去吃吗 好 然后这个是牛肉 不是不是 新饭的 啊 三颜色 这里吃贵的餐厅 对 这里吃贵的餐厅 你这个是订最贵的套餐啊 差不多是贵的 才60块 这是我们大概100块人民币 点的两个套餐 这个大概是40块人民币 这个大概60块人民币 比国内的日料还比较便宜很多 这里也有他们这个共享单车 但是没有车 车应该都被骑走了呗 这边就是一个澳大利亚大使馆 然后前面就是一个乐天商场 一个比较高的楼 乐天马特 这应该也是这边比较地标的一个建筑 然后这个乐天大厦下面有一堆这个国旗 有韩国的旗子 有东盟的旗子 还有沙特阿拉伯的旗子 还有欧盟德国 还有一个乐天的旗子 他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乐天的所所在的地区吗 然后对面还有一座大厦 双子塔 这个乐天马特商场还挺大 一楼都是各种化妆品 这些化妆品贵吗 对啊 是吗 都是 都是比较贵的品牌 对啊 迪奥 迪奥我认识 我知道迪奥是贵的 贵的都在这 哦 今天风好大 待会估计要下雨了 反正至少大一个 这边又有一个商场 这商场里面还有优衣库 原来这个商场又是跟看我们中心 变成首富的那个商业地址 所以这边应该就是河内的一个中心市区了 这边有好几个大楼好几个商场 这边就是送快递的小哥 跟我们国内的也差不多 这里还有一个联合国的一个什么机构 也在这个大楼下面 哇 这个公交车也是他们这个WINFAST的呀 哇 他们这个牌子这么厉害吗 连公交车都能生产了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河内圣约社大教堂 这是河内最为知名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因为它是河内最古老的一座教堂 建于1886年 据说是仿造那个巴黎圣母院修建而成 跟它前面是一个这个圣母的雕像 然后面是一个双钟楼的大教堂 到这边来的游客非常非常多 这是河内最为知名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之一 它这个外墙现在变黑了 看上去有些这个旧 但其实还里边还是非常的恢弘壮观的 这会儿他们应该是在做礼拜 然后不对游客开放 游客要等做完礼拜五点之后 才可以进去参观 现在是四点 下词 我给你们看前面 有什么颜柜 有什么颜柜 他们大概进去就不要 现在他们要完事了,现在可以放游客进来了 做完礼拜之后,就把里边的这些灯都关了 所以刚才那个金币灰黄的,现在就看不到了 他们做礼拜的时候,后面这个台子 上面那些装饰都是开着灯光,特别的金币灰黄 现在做完礼拜,就把一些灯都关了 只是一些壁画,后面还亮着灯 没有刚才那么多的金光闪闪 但是依然还是非常的奢华,非常精致 都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精致 应该都是耶稣的像,上面画的非常精美的壁画 前面的这几个柱子上面都有挂着这些精美的油画 以及雕塑什么的 这里是在这个告解室,都是实木的,估计也是有些年头 这里有一个这个大小堂的一个模型 这是用竹子做的,也是非常的精致 而且里面的构造也都是跟现实的几乎一样 就在那个大小堂的旁边,这里还有一座佛教的寺庙 封庭抗礼 不过这个寺庙比较小 我们现在到这个河内国际机场了 今天晚上准备坐飞机飞回胡志明 然后这个河内国际机场呢,它是有两个行站楼 一个是国际行站楼,一个是国内行站楼 然后我们打车的时候定位就定错了 定成了那个国际行站楼 然后这两个行站楼距离还挺远 所以后面我们又给了司机五万块 他才把我们送到这个国内行站楼 然后这个国内行站楼呢,就比远渡的那个国际行站楼 要稍微破一些 然后也小一些了 飞机场还挺大的 不完减了 越南这边坐飞机水是可以直接带进来的 然后我看到上面显示 每个人也可以带一个打火机在身上 在后机室 这里的航班还挺多的 毕竟是首都 登机了,越节航空 就在靠过道的位置 起飞了,几乎没有完毕 在越南坐了四次飞机了 感觉他们的飞机每次爬升都特别快 起飞的时候 现在也就起飞五分钟吧 现在已经进入到平流程 可以解开安全带 然后起飞的时候就特别的晕 落地了 还提前了十分钟 喜好 好 喜好 谢谢大家